第1331章重伤轻叶 很快 轻叶的那一拳就已然完全重重的落了下去 砰 一道闷响 虽然没有之前交手那般声势浩荡 但却也同样震耳欲聋 这一刻 几乎在场所有人都已经遇见凌云脑袋开花 鲜血似箭的场景了 就连锦红 眼中都是流露出了绝望之色 只是 众人所预料的惨烈一幕并未出现 凌云没有脑袋开花 也没有鲜血飞溅 她依旧站在原地 如同磐石一般 窥然未动 以至于现场众人都是不由得一脸惊异 纷纷用一种惊恶地眼神盯着凌云 凌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但轻叶那一拳却竟然丝毫没有对凌云造成任何影响 甚至就连皮都没有破一点 怎么回事 等等 凌云身上那是符文力量 众人一阵疑惑 随即方才有人发现了一些端倪 他们感受到凌云身上有着一股浓浓的符文力量 那种符文力量 很快就让他们联想到了符文纸 他竟然有符文纸 他刚刚定是使用了一张防御符文纸 只是我们刚刚一直注意的是亲业长老 所以并未在意到而已 有人肯定到 符文纸十分罕见 哪怕就是四大超级宗门之中 能够拥有符文纸的人都是屈指可数 就算是锦洪和亲业等人都未曾拥有符文纸 所以这让得众人一阵惊疑 事实也正是如此 凌云刚刚确实是使用了一张符文纸 而且还是一张防御符纸 确切地说 从一开始打算立威开始 他就已经做好了使用自己身上那几张符文纸的准备了 而刚刚一开始之所以还动用蛟龙神变跟亲业交手 一来是想要试一试这蛟龙神变的威力 其次也想看一看自己跟亲业这等真武进八重后期巅峰舞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还是迷惑亲业 然后出其不备 他总不可能当着亲业的面就明着使用符文纸吧 那样一来效果无疑会大打折扣 毕竟没有人会傻到见到凌云使出符文纸还非要凑上来挨打的 而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来得比凌云想象中的要快 所以凌云毫不犹豫地使用了那张防御符文纸 但这还没完 就在凌云将亲业那看似不可撼动的攻势轻松抵挡下来后 凌云却又立即再度拿出了一张符文纸 这一次拿出来的是一张攻击符文纸 毫无疑问 他要趁此机会 再利用这攻击符文纸给予亲业致命一击 或许你会觉得 这么留下来历威反而还要浪费掉两张符文纸非常不明智 但凌云觉得值 哪怕将他身上的五张符文纸全都耗费掉 只要能够给予这亲业重击 能够让自己得以成功立威 那凌云就觉得这非常值了 毕竟符文纸这等东西再怎么说也是身外物 但若是不再进入上古战场前将亲业处理掉 那自己进入上古战场后 这亲业将会一直盯着自己 到时候自己麻烦不断 很多事情做起来都会不方便 更何况 一旦其余宗门的人觉得凌云好欺负 恐怕也会不断来找自己这个所谓的天才麻烦 凌云进入上古战场可不是为了去迎接麻烦的 更重要的是 凌云的第二道九印分身现在正在修炼符文一道 而且经过这半个月的赶路时间 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 再过不久 甚至凌云都有自信可以一举踏入一品符文师的行列 继而他自己都能够明刻出一些简单的符文来了 所以这些符文只对他来说 用了也就用了 丝毫没有必要心疼 总之 今日凌云就是要给这亲业一点点血的教训 因此这张攻击符文指拿出来后 凌云就毫不犹豫的舌尖一咬 一滴精血便是迅疾滴落到了符文指上 下时间符文指光芒大盛 其上爆发出一股十分恐怖的毁灭之力 那等毁灭之力不断凝聚 最后形成了一道冲天光柱 光柱从符文指上暴射而出 势不可挡地朝着轻叶冲了过去 轻叶此刻还处在自己的拳头 为什么没有对凌云造成任何影响的疑惑和发愣中 突然之间又一道更加浓郁的符文力量笼罩了他的身体 然后就见到一道光柱迅疾如雷蒂就要轰在他的身上 这一刻他彻底慌了 仓皇之间立即施展出各种手段去抵御灵云的攻击符文力量 可是他距离灵云实在是太近了 那等符文光柱出现的太快 太过于突然 以至于他根本没有一点点防备 都不等他的手段根本来不及催动到极致 就已经跟那等可怕的符文光柱重重的撞击在了一起 哼 惊天之想 震天动地 四周一片剧烈颤抖 地面不断坍塌 一个个巨大的深坑不断显现而出 周围众人也是纷纷暴退 被凌云的那道符文攻势惊吓住了 虽然众人暴退 但他们的目光却还是死死地盯着轻叶的身影 然后他们一个各就惊骇无比地见到 清夜那些仓皇之间所施展出来的各种攻势 在凌云的符文攻势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一惊碰撞 瞬间就化为了泡影 而那符文攻势的余微却重重地轰击在了清夜身上 啊 一道惨叫声陡然灌入所有人耳畔 假一煞 清夜的身体就像是被踢飞的皮球一般重重地倒飞了出去 等到所有人回国神来时就已经见到清夜极为惨烈地倒在了地上 此时的他 面色憔悴 气息已经紊乱 身上也是伤痕累累 甚至可见多处血迹斑驳 特别是他那只之前欲要将凌云脑袋打抱的右手 此时更是鲜血淋漓 跟之前不可一世的清夜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 攻击符文指所带来的攻势岂是一般攻势 更何况凌云这般出奇不备 让清夜没有任何防备 清夜想不遭此重创恐怕都难 这怎么可能 可恶 清夜目欲呲咧 目不可恶 他没想到真武进八重后期巅峰的他 竟然栽在了凌云这么一只蝼蚁一般的小子手中 第1332张我们来晚了 好在清夜毕竟实力不低 那等符文攻势固然强大 但也仅仅只是将其重创并未对其性命造成威胁 见到清夜没死 凌云道也并不奇怪 他的武道修为还是太低了 施展出来的符文攻势威力毕竟有限 让清夜重伤 这就足够了 清夜 我早就说过 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 也妄想对我动手 真是不知好歹 凌云身体随着万物复苏觉的调息已经好转一些 此时的他 一是独立的站在那里 黑发随风而动 给人一种威风八面的气魄之感 那种气场带过了景洪 带过了清夜 甚至就连清风明月阁的董伟长老都带过了 以至于众多弟子此番看向凌云的目光 多莫名地涌现出一丝丝难以抑制的畏惧之色 他也太诡异了 小兔崽子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重伤我清风明月阁一名内阁长老 你可知你这番举动会有什么后果 突然 一道立赫之声响彻众人耳畔 群声望去 赫然正是一旁那清风明月阁的带队长老董伟开口了 在他说话之间 一股真武进九重的强大气息更是毫无保留的从他身上抱勇而出 好似在告诉所有人 他董伟要亲自对凌云出手了 感受到董伟身上那强盛无比的气息 现场众人都是不由得心生胆怯 就连骨子里的畏惧都在这一刻完全涌荡出来了 真武进九重 放眼整个九州 那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除了四大超级宗门之中数目较多外 其余势力就更是屈指可数了 但四大超级宗门中所谓的数目较多 也是相对而言 因为四大超级宗门的每个宗门中 真武进九重以上的舞者几乎也就十人左右 像日月神谷 只有谷主 谷老和前七位长老是真武进九重以上舞者 至于清风明月 各等其余三大超级宗门 除了宗主和数位最为德高望重的长老是真武进九重强者外 倒是都有一两名核心弟子都到达了真武进九重 从这里也可知 日月神谷在四大超级宗门中是属于垫底的存在 毕竟一个宗门的未来如何 看的就是弟子的潜力 至于神武进就更不用说了 凌云虽然刚刚出其不意 耗费了两张符纹纸重伤了轻叶 但面对这董伟 凌云无疑毫无还手的余地 就算再给他两张符纹纸都是没有用处 毕竟凌云现在的实力跟这董伟还是差得太大了 这等差距可不是符纹纸可以弥补的 甚至若是让凌云现在在面对完好无损的轻叶一次 凌云都未必还能有任何把握伤到轻叶 不过 对于现在这一幕 凌云也早就料到了 因此即便这董伟站出来了 凌云依旧是一脸淡漠地笑着 随即还冷冷地回答道 后果 那你们清风明月哥可知道 得罪我凌云的后果有多严重 哼 好一个狂傲的小子 可惜你再也没有狂傲的资本了 东伟不再跟凌云废话 强大的气息就已经完全锁定在了凌云的身上 接着就欲要对凌云痛下杀手 凌云眉头微微一皱 手心之中已经拿出了一张符纹纸 这一次拿出的毫无疑问 正是神行顿走符的符纹纸 既然已经重伤了清液 那凌云就算现在逃走 那也会逃走得十分爽快 刘德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等进入上古战场之后 凌云在想办法让 董伟等清风明月阁的这些人付出该有的代价 只是凌云还未来的即使用神行顿走符 助手 突然之间一道雷霆爆喝就在远处的空中响起 便可见密密麻麻数十道身影有远即近 迅疾踏空而来 很快就纷纷落到了空地之上 见到这些人出现 锦红立即就松了一口气 之前满是凝重的面色 这一刻也是稍稍舒缓了不少 因为这些人不是其余人 正是日月神谷之人 而为首的那名老玉 正是这一次日月神谷的带队长老 也就是凌云十分熟悉的七长老 凌云 你没事吧 七长老一出现 就直接走到了凌云的身边 担忧地询问凌云的情况 七长老 你放心 弟子没事 凌云将符文纸收了起来 七长老还是不放心地 查看了一番凌云的身体 发现凌云虽然受了一些伤 但并无信命之忧后 脸上方才会心一笑 没事就好 是我们在路上耽搁了点时间 从而导致比原计划晚来了一些 没想到差点就酿 成大错了 说完这些 七长老是以凌云好好待在一旁就行了 有他在 他不会让人动凌云任何一根汗毛 随即 七长老便是目光一冷 只是董伟等清风明月阁的人 身上同样释放出一股真五进九重的强大气息 然后与其冰冷至极地喝道 董伟老鬼 你好歹一把年纪了 还是清风明月阁和新长老 却如此欺负 我日月神谷一名弟子 你不觉得害臊吗 烟红秀 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是你带领你们日月神谷的弟子 来这上古战场 不过你也少在我面前说这些屁话 你日月神谷的弟子用符文指中伤我清风明月阁的亲夜长老 这笔账你打算怎么跟我清风明月阁算 问号双引号 董伟并没有因为七长老的到来而退缩 依旧十分强势地喝道 七长老燕红秀听见董伟的话后 方才注意到一旁受了重伤的亲夜 随即却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 董伟老鬼 这种事情亏你还说得出口 你们清风明月阁的长老就这么不堪一击吗 被我日月神谷一名弟 了好几个等级修为的弟子随随便便就重伤了 重伤就算了 你竟然还能够如此恬不知耻的来找我算账 人不要脸果然天下无敌 若是我日月神谷的一名长老被你们清风明月阁的弟子给重伤 那我日月神谷一定会立马找个地洞钻进去 或者躲起来不再 贱人 烟红秀画风席人 言语之间都是对清风明月阁的嘲笑 第13333章掌控六道基础符文 这让董伟的面色骤人阴冷 烟红秀 你这话的意思是要袒护那小子到底了 我都表现得这么明显了 你莫非现在才看出来 烟红秀丝毫没有退让 随即斩钉截铁地道 董伟老鬼 如若你非要讨一个说法的话 那也可以 不如就从你们清风明月阁的弟子中也挑选出一名修为较低的弟子 来跟我们日月神谷的一名长老一战 若是我们日月神谷的长老被重伤 甚至被你们清风明月阁的弟子斩杀 那我日月神谷绝无怨言 如此一来也算是对双方都公平公正了吧 你董伟更是气愤了几分 从他们清风明月阁找出一名低等级的弟子跟日月神谷的长老一战 这不就是无异于送死吗 毕竟不是谁都是凌云 也不是谁都拥有那么多福文旨 别你神问你的了 行不行直接给个痛快话 如若行那就马上开始 如若不行 那老父就劝你此事最好就此做罢 否则我日月神谷不介意 现在就跟你们清风明月阁不死不休 烟红秀十分霸道地说着 这无疑让董伟更是愤懑几分 但董伟虽然愤懑 一番权衡之后 却反而没有再咄咄逼人下去 现在就不死不休 即便最后杀了凌云 甚至将日月神谷这些人全都斩杀 那对清风明月阁也没有任何好处 搞不好还会让他们元气大伤 董伟不傻 他们此番前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进入上谷战场 去寻找那上谷战场之中的上谷传承和宝物 岂能够在还未进去前就让自己元气大伤 那样一来 恐怕反倒是便宜了九尊门和雪恋神宗 哼 烟红秀 你别得意 这件事我清风明月阁跟你们日月神谷没完 等进入了上谷战场后 我清风明月阁会让你烟红秀和你们日月神谷 这些弟子付出应有的代价 董伟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后 就带着清涅和清风明月阁的其余弟子回到了他们的驻地之中 见到董伟等人离去 烟红秀等日月神谷众人也稍稍松了一口气 虽然刚刚烟红秀话是那么说 但说白了只是为了震慑住对方罢了 他自然也不希望在还未进入上谷战场之前就跟清风明月阁真的不死不休 到时候即便是你两败俱伤对日月神谷也没有半点好处 好在江东伟等人吓唬住了 否则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接下来七长老带领众人也在周围驻扎了几个帐篷 供大家休息所用 七长老既然那件可以进入上谷战场的宝器已经修复成功 为何我们现在不直接进入上谷战场 却还要在这里等着 休息的时候 凌云也是将心中的疑虑问了出来 早点进去自然更好 烟红秀摆了白手 微微一笑道 凌云 您有所不知 我们所修复的宝器固然可以开启进入上谷战场的出入口 但哪个出入口却只能够维持十天左右 也就是说 这十天之内 我们就必须就又要从上谷战场 之中出来 否则我们将被一直困在上谷战场之内 但若是我们能够跟其余三大超级宗门联合起来 一起开启利用各自宗门的宝器开启这上谷战场的入口 那我们将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待在上谷战场之中 所以我们四大超级宗门的人提前沟通了一下 最终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那就是四大宗门一起开启这上谷战场的入口 听见七长老的话后 凌云方才明白过来 十天的时间确实太短了 随便遇到一点危险 恐怕时间就会耗掉不少 到时候或许在上谷战场中什么都没有做到 就不得不离开了 这样一来 无异于形同白来 但如若有一个月的时间 那就比较充裕了 四大宗门联合起来一起开启上谷战场入口 对四大宗门自然都是很有好处 既然如此 那现在就只需要等待雪恋神宗的人到来即可 凌云兄弟 没想到你也来了 一道凌云熟悉的声音突然在凌云左侧响起 凌云转过身望去 就见到一道熟悉的身影朝着自己走了过来 可不正是心事一族的心哲 心哲之前并不知道凌云也要进入上谷战场 他和其余核心弟子跟随七长老到来之后 方才知道凌云也来了 此番自然要上来跟凌云打一声招呼 心哲师兄 你也在啊 那等进入上谷战场后 你可得多关照一下师弟我 凌云笑咪咪的回答道 凌云兄弟 你可就别打去我了 依你的实力 我求你关照还来不及 心哲笑道 他可不是一两次见识到了凌云的墙吧 无论是凌云帮他们心事一族获得凤五神藤 还是凌云在和新弟子考核上的表现 都让心哲一尝吃惊 哪怕就是真五进八重初期的心哲 此时都丝毫不敢说自己强于凌云 这时候 有几个跟心哲关系不错的日月神谷弟子也凑上前来 十非热情的跟凌云打着招呼 凌云自然也以热情回应他们 既然相谈倒是甚欢 很快就相互结识了起来 其中有一名叫做颜无尽的青年给凌云印象较深 此人真五进八重中期舞者 却身怀一种不错的宝体 若是将这宝体释放出来 战斗力应该能够媲美真五进八重后期 而跟心哲和颜无尽等人聊了一些有的没的后 大家方才一一散去 然后开始了各自的修炼 凌云没有急着修炼 而是转而进入了第二道剑影空间 她想进来查看了一番这第二道九印分身的修炼情况 查看完后 凌云满脸笑容 不得不说 第二道九印分身全身心地投入到修炼之中 其修炼效果就是非同一般 到现在为止 第二道九印分身已经帮助凌云成功掌握了六道基础符了 一般来说只要掌握十道基础符文就可以成为一品符文师 这无疑就预示着一品符文师已经近在咫尺了 而且之前复古之中的符老也说过 以凌云再符文一道的天赋 他或许无需掌握十道基础符文 就能够掌控一些符文力量了 若真是如此的话 对凌云来说绝对是一大喜事 第1334张开启上古战场入口 这般查看完后 凌云也就没有再打脚第二道九印分身 而是自己直接退出了剑印空间 随后他拿出之前从练器施工会会长交纳里得到的十枚龙石 开始将其全都一一练化 毕竟之前修炼龙点的时候 以及上一次核心弟子考核过程中他使用龙足手段的时候 他其实都消耗了体内不少龙之气 此番练化吸收这些龙石 无疑就是要让自己体内的七个龙旋保持一定程度的龙之气 以免进入上古战场之后 自己动用龙足武学时没有龙之气可用 这等练化吸收的过程说快不快 说慢不慢 以至于时间缓缓而逝 半天时间就这样说没就没了 半天之后 凌云方才终于将十枚龙石全都练化吸收掉了 他体内的七个龙旋也随之再度变得聪明了起来 但也就在这时 远处空中阵阵破风声陡然响起 所有人都是不约而同地望了过去 就可见数十道声音由远及近踏空而来 当看清楚这一群人身上的服饰之后 在场的三大超级宗门的弟子一个个都是露出了笑脸 因为来者正是大家一直苦苦等待的血炼神宗众人 血炼神宗的人到来 无疑就预示着终于可以开启上古战场的入口 大家也终于可以进入期待已久的上古战场了 越想众人越是兴奋 一个个都是摩拳擦掌 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不一会儿 血炼神宗的人就全都纷纷落到了荒原之上 疯疼老鬼 我说你们血炼神宗是不是也来得太晚了一些 叫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等了这么久 真不把我们的时间当时间啊 京风明月阁的董伟本来就心情不好 此番血炼神宗迟迟而来 自然就更是不爽了 于是一见到血炼神宗那名领头人后 就直接略有几分不爽的抱怨道 董老鬼 你少发向我牢骚 我们血炼神宗现在不是来了吗 既然大家都等久了 那就废话少说 不如现在就一起开启上古战场的入口吧 决恋神宗为首之人的同样是一名老者 年纪跟董伟差不多大 起满头鹤发 却给人一种精神抖擞的感觉 特别是那眼神 十分犀利 不用说 此人修为也定在真武进九重之列 那还等什么 都将个子宗们得到的宝器拿出来 大家一起开启上古战场的入口吧 九尊门的带队长老名为路显 此番开口后 也是直接迫不及待地率先拿出了一件宝器 燕红秀 丰腾以及董伟健壮 都不再耽搁 全都迅及将各自宗门的宝器拿了出来 这四人拿出宝器之后 相互看了一眼 随即就都是不约而同地纵身一跃 身体就暴力而起 最后成四边形 全伏在了半空之中 开始吧 风腾开口 此人毫不犹豫 都是将灵力灌入了各自的宝器之中 就见到四件宝器都是光芒大药 其上涌荡出一股股十分浓郁的气息 这些气息蔓延开来 另得一方天地都是轻刻歼辩地肃杀起来 在这一片肃杀之下 四名长老都是将手中的宝器往空中一扔 四件宝器便是迅疾地交缠在了一起 这等交缠并没有让这四件宝器的宝器之威相互抵消 反而那四件宝器的宝器之威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随即创造出了一股更加强大的威能 随着威能的愈发强势 凌云感觉到四周的空间都好似在慢慢撕裂了一般 凌云 开启上古战场的入口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哪怕是这四位长老联手 估计至少都还需要好几个时辰的时间才行 趁着还没有进入上古战场之前 我正好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其余三个宗门对你有所威胁的人 毕竟这上古战场之内十分凶险 谁也难以预料会遇到何等状况 搞不好 大家很可能一进去就都被分散开来了 虽然我会尽量跟在你身边保护你 但难免会有什么意外 所以让你对其余宗门的人有所认识 对你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隆景在凌云旁边开口道 嗯 凌云点了点头 他早就发现这四大宗门中除了那几名实力强劲的长老外 有一些弟子的实力也非常不弱 至少以凌云现在的修为 在不借助符文纸的前提下 未必就能够战胜他们 提前对他们了解一番 确实不是坏事 凌云 我先给你介绍九尊门的弟子吧 你看到了那个穿红衣服 背负常见的弟子了吗 此人叫做卫杰 实力在真武镜八重初期 隆景似乎在来这里之前就做足了功课 对其余三大宗门的弟子都较为了解 当即就给凌云介绍了起来 只是 真武镜八重初期 隆景长老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凌云顿时间一脸苦笑 当即就打断了隆景帝话道 隆景长老 你该不会是觉得真武镜八重初期舞者就能够对我造成威胁吧 隆景长老是不是也太小看我了 他没想到隆景一开口介绍就直接给他介绍八重初期舞者 若说凌云没有突破到真武镜六中中期之前 或许对这真武镜八重初期舞者还会稍稍有所忌惮 但现在已经突破了的他 八重初期舞者已经难以入他的眼了 隆景一阵汗颜 但见到凌云这般自信满满的样子 他也就直接跳过了对那些八重初期的舞者的介绍 继而再度指着九尊们那群弟子中的两名长得一模一样的黑衣服弟子 对凌云介绍道 凌云 那两人是双胞胎 经常一起行动 如同连体一般 他们两人在九州也是小有名声 似乎是因为两人最拿手的手段是一套跟黑鹰有关的武学 所以人称黑鹰双雄 两人实力都在真武镜 八重中期 但两人联合起来 战斗力或许可以媲美真武镜八重后期舞者 你一定要小心他们 凌云眼神微微一眯 远远地打亮了一下这两人 确实似乎有点能耐 于是凌云就顺着景洪长老的话点了点头 将这两人的信息记在了心底 第1335章进入上古战场 除了他们两个外 你还得小心另外那名额头上有着一道火焰标志的人 此人叫做火前 秋为已经到达了真武镜八重后期 是这一次九尊门所带来的弟子中实力最强的 凌云一边听着一边点着头 随后 容景又介绍了一番九尊门的那几名长老 凌云同样将他们的信息权都记在了心底 抱歉 之前有些地方 将容景长老的名字写错成了景洪 至我写猛了导致弄混淆了 实在不好意思 介绍完九尊门的人后 容景转而看向清风明月阁的长老和几名弟子 其中有一名弟子引起了凌云的特别注意 此人叫做魏千山 似乎将大帝奥义修炼到十分强悍的程度 随便一举一动竟然都能够牵动周围大帝与之互动 那般感觉就好似他跟大帝融为了一体一般 而且此人的修为也已经达到了真武镜八重后期 随后 容景又介绍了血炼神宗的人 不过 血炼神宗的大部分人都时不时地对凌云投来凶恶的眼神 一个个都很仇怨凌云似的 细想一下 凌云倒也觉得这并不奇怪 毕竟上一次他去血炼神宗大闹了一场 还就走了龙千野 这些人想必也听说了这些事情 所以看向凌云的眼神都是十分冰冷和不爽 对此 凌云并不在意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愤懑去 不过这血炼神宗的弟子中也有一名叫做凡云的弟子让凌云记住了 此人实力不错 如今也是一名真武镜八重后期舞者 甚至应该已经接近真武镜八重后期巅峰的修为了 容景长老 不是听说其余三大超级宗门中都已经出现了真武镜九重初期的弟子吗 怎么这一次那些弟子都没有来 凌云十分好奇的问道 凌云你刚刚成为核心弟子 所以有所不知 在不久之后九州之上将会有一次非常重要的天交集会 这所谓的天交集会据说每五年才会有一次 是九州赫赫有名的十大人尊前辈所开创的 到时候四大宗门每个宗门都会派出五名最强大的弟子去参加 点双引号 听闻这天交集会是为了选拔出九州最具有天赋的天才人物 一旦被选中的话 将会得到几位存活的人尊大人亲自培育 旨在打造成未来的人尊强者 庇护我们九州 可以说那天交集会是很多人一生的追求 哪怕只是能够参加都可以说是无上荣光 容景达到 凌云一头雾水 容景长老这天交甚会这么强大和重要 为何我以前也从未听人提及过 因为这天交甚会是属于四大超级宗门的宗门秘心 除了四大超级宗门的宗门高层 几乎很少有其余人知道 这一次各个宗门最优秀的弟子之所以都没有来 是因为他们都在为之后的天交集会做准备 而且宗门也不希望他们在天交集会到来之前 来这上古战场冒险 容景回答道 原来如此 凌云点了点头 对所谓的天交甚会暂时倒是没有提起多大的兴趣 接着 凌云又问了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容景都是仔细回答 对了 容景长老 那我们日月神谷现在的最强弟子是谁 他又是何等修为 凌云突然问道 容景俨然没想到凌云会问这个 但他还是如实回答 我们日月神谷最强的弟子叫做一元牙 如今是真武镜八重后期巅峰舞者 庆亦吗 凌云眉头微微一皱 对于这个姓氏 他自然非常敏感 一薄天 如今日月神谷的谷主 跟凌云母亲的失踪有着莫大的关联 容景明白凌云的心思 所以当即点了点头道 凌云 你想的没错 一元牙正是谷主大人的儿子 不过这一次他也没有来 嗯 凌云点着头 眉头却不由得紧锁了几分 之后 容景还向凌云介绍了一些其余的人和事情 就这样 几个时辰很快过去了 终于 半空之中的四位长老的喉咙之中几乎同时喊出了一个字 气 这一道声响当即让现场四大宗门的弟子都是不约而同的将目光往空中看了过去 就见到四大长老此时身上都是气势冲天 那强大无匹的气息正不遗余力地灌输到了他们面前那四件宝器之上 以至于那宝器刹时间就震动到了极点 全集 就可见那四件宝器附近的空间开始出现了一个很小的黑洞 这个黑洞一出现 巨大的荒原之上 空间突然全都变得扭曲了起来 好似有着一层层涟漪一般的波动不断席卷开来 从黑洞的位置迅疾扩散 层层暴涨 异常汹涌 但面对这等波动 四大超级宗门的众人却丝毫没有畏惧 反而还兴奋异常 终于要完全开启上古战场的入口了吗 凌云的眼中也是不由得闪过一丝精芒 内心对那所谓的上古游也萌生出了一丝丝期待 嗡嗡 四周的空间更是疯狂地扭曲起来 在这等扭曲下甚至都可以听见空间不断崩裂的声音 然后就可见之前那很小的黑洞开始疯狂地扩张 连一会儿 那个黑洞竟是直接凝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毫无疑问 那就是连接着九州和上古战场的出入口 也就在黑色漩涡形成的瞬间 其中一股浓郁的阴冷之气暴涌而出 所有阴冷之气萦绕在众人的身上 让众人都是面色微微一明 不寒而颤 但这完全没有打消众人的积极性 反而又是再度让众人愈发兴奋了几分 甚至现场的气氛陡然之间都躁动到了极点 不一会儿 黑色漩涡终于是彻底稳定了下来 日月神谷的弟子听着 再等一下进入上古战场的时候 我们的气息尽量牵连在一起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进去之后 尽可能不会被分散开来 如若不幸分散了 一个月后上古战场的出口就会再度被打开 到时候你们只需要抓紧时间返回到 你们最初进入的位置 从那里离开上古战场即可 龙井对所有日月神谷的弟子叮嘱到 其余宗门的长老也同样正如此 叮嘱着他们宗门的弟子 第1336章两届盛器 九尊门的弟子都还等什么 都随本长老一起进去这上古战场吧 留下一名长老在这里镇守着 等一个月后将出口再度开启即可 九尊门的领导者陆显最先发号施令 全集就带领着九尊门的弟子 以最快的速度纷纷掠入了黑色漩涡之中 京丰明月阁的弟子也跟我进去吧 同样留下一名长老镇守在这里 等一个月后跟其余宗门的长老一起开启上古战场的出口 京丰明月阁的董伟同样迫不及待 帝带领京丰明月阁的弟子进入了上古战场 只留下清夜艺人一边疗伤 一边镇守在此 我们也进去吧 七长老看向日月神谷众弟子 今刻间 四大超级宗门的众人都如同蝗虫一般铺天盖地 地朝着上古战场之中涌去 那等场景 声势浩大 气势不凡 以至于只是虚余之间 整个荒原之上 就只剩下四道身影 赫然正是四大超级宗门留下来的 四位镇守上古战场入口处的长老 这四名长老肩负同样使命 带谁也不带见谁 然后皆是各自在荒原之上盘腿坐下 四壁木养神 四个自进修 外界的情况 林云豪不在意 此时的他随着七长老 耶红秀和荣景长老等人 已经一起掠入了黑色漩涡之中 所有日月神谷的人的气息 全都相互联系在一起 以至于在所有人表面 形成了一层雾隘 远远望去就像是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一样 所有日月神谷的人都是包裹在其中 在整体不过 只是 尽管如此 当随着众人一阵天旋地北 最后落到了上古战场内后 这个整体还是被莫名地分散了开来 至少林云发现他的身边就只剩下荣景长老 和其余三名日月神谷的弟子了 至于其余日月神谷的人都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 那三名日月神谷的弟子望着周围陌生的环境 发现很多同伴都不见了 不由得感到一丝慌张和不安 好在有荣景长老在 方才让他们稍稍定下心来 但林云却见怪不怪 显得异常斑定 此时的他 目光环顾四周 便可见这是一个昏暗的世界 至少这里要比九州黑暗的多 这等黑暗沿着大地蔓延 无边无际 根本没有尽头 就连整片天空都像是被黑压压的云层所掩盖住了一般 给人一种十分压抑的感觉 在林云等人前方不远处 有着一片暗黑色的丛林 那从林深处会时不时地传出一道道极其狂躁的咆哮声 那些咆哮声似乎是某些强大妖兽传出来的 又似乎是某些离奇的鬼怪之物传出来的 十分刺耳 至少光是灌入众人耳中 让人不禁毛骨悚然 这里就是所谓的上古十七各种武道大激战的一片战场吗 比自己前世所去过的绝地和兄弟差远了 林云心底微微沉吟 等等 这是林云心神顿时一景 他发现寻宝图在刚刚那一刻突然发生了异动 寻宝图异动代表着什么 林云比任何人都清楚 所以他当即便是迫不及待地将寻宝图拿了出来 就见到寻宝图上此时多出了两个光点 光点一闪一闪 极为耀眼 见到这两个光点后 林云目光立即就转移到了寻宝图旁边的天地至尊榜上 发现此时在天地至尊榜上也突然多出了两个名字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上古战场之中有着两件至少称的上圣器的宝物 这两件圣器很有可能比林云所得到的圣龙齿和七尊神门还要强大得多 天魔秦 顾名思义应该就是一种秦类的圣器 对于这一类的宝器 林云自然是没有多少兴趣的 但他第一反应就想到了问止寒 问止寒不就是主修秦音一类吗 若是他能够得到这天魔秦 以后绝对能够一飞冲天 就算不给问止寒 这等圣器无论是交给日月神谷 又或者留在龙武帝宗 那对日月神谷和龙武帝宗来说也无疑都是极好的 总之既然林云已经知道了这件圣器的存在 那无论如何都会去努力争取一番 至少也不能让其余三大宗门的人得到吧 至于那所谓的九玄奥义塔 林云暂时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宝物了 莫非跟风之奥义和雷之奥义这等奥义有所关联 但既然他排在第七百八十名 比天魔秦圣龙齿和七尊神门的排名都要高 那他的威力就绝对不低 所以这件圣器林云自然就更不会放过了 龙景长老 接下来我们该如何行动 要不要先去找到宗门其余人再说 一名弟子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只好询问龙景长老 让龙景来做决定 龙景稍作沉思后 方才缓缓达而道 上古战场面积应该不小 要想找到其他的宗门同伴谈何容易 所以接下来我们无需去寻找他们 只需要找到上古时期发生大战的地方即可 那些地方往往是最有可能有 着上古时期那些武道大能遗留下来的宝物和传承 既然这是一片战场那这里无疑就曾经发生过很多大战只要发生过大战就一定死过不少武道大能所以找到他们曾经战斗的地方无疑是最有可能找到各种宝物和传承的 凌云一我看我们就从这暗黑丛林外的左侧前进吧 你意下如何 龙景见凌云一直没有说话 所以在决定好之后又询问了一番凌云 此时的凌云其实也正在规划路线 由于寻宝图有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 那就是只要一定距离内有着天地至尊榜上的宝物 那寻宝图就会将周围的地图全都显现出来 这无疑就让凌云方便多了 而凌云现在就是在寻宝图上确定自己的位置 然后再确定好那两件圣器所在的位置 继而规划出了一条争夺两件圣器的最优路线 并且很快凌云就规划好了 荣景长老和三位师兄 若是你们信得过我 不如接下来你们就跟着我走 凌云斩钉截铁地道 第1337张金刚巨矣 有着圣器存在的地方 想必也正是上古时期那些五道大能战斗的地方 而且多半还是战斗最核心的区域 跟着凌云走 保管不会错 那三名弟子面面相去 对凌云似乎并没有那么多信任 这倒并不奇怪 凌云才成为核心弟子不久 这种兄弟他不可能进入过 让一个从未踏足 毫无经验的人带着他们走 这不是开玩笑吗 但荣景却非常果断地道 凌云 那你说怎么走 我们跟着你走便是 荣景知道凌云的脾性 他自然都这么开口了 那凌云就一定是在心底决定好了 只要是凌云真的认定了的事情 哪怕现在荣景不答应 估计凌云也会自己单独行动 于此如此 荣景自然就非常干脆地答应了下来 见到荣景都答应了 其余三名弟子虽然心中有几分不愿意 但由于他们自己压根也没有其余主意 所以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既然你们都同意 那就跟我来吧 我的路线是我们先穿过眼前这一片暗黑丛林再说 凌云指着前方的暗黑丛林道 说完之后都不等荣景等人多说什么 他便是自己率先朝着暗黑丛林走了过去 荣景长老 那暗黑丛林之中一看就是危险重重 我们才这么几个人 若是就这么进去的话 不就是进去送死吗 依我看我们还是按照你之前的决定 走暗黑丛林外吧 有一名弟子提出异议 荣景其实也觉得进入暗黑丛林有点不妥 要他来选择他一定不会选择走暗黑丛林 但见到凌云那决绝的态度 荣景也没有办法 只好宽慰那三名弟子道 放心吧 有我在 没事的 我们跟着凌云走就行了 点双引号 穿过这暗黑丛林 是前往那两界盛气所在地最快的捷径 若是绕过这片暗黑丛林 估计要多耗费十来天的时间 本来进入这上古战场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若是耗费太多的时间在赶路上 那进入这上古战场有何意义 虽然穿过这暗黑丛林确实是要危险的多 但既然敢踏入这上古战场来历练 又何必惧怕危险 真正的舞者 就是从各种危难中强大起来的 若是总是怕这怕那 那不如回农村种地去算了 所以 绕路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 这暗黑丛林林云是走定了 至于其余那三名日月神谷弟子 若是他们觉得不妥 大可不跟着过来 凌云自然也不会勉强他们 于是 就这样 凌云五人就直接开启了穿过暗黑丛林之旅 一踏入暗黑丛之中 一股酸冷和阴寒之气便是扑面而来 若就是凌云这等拥有强大肉身能力的人 都能够感觉到这等阴冷气息所带来的刺痛之感 就更别说其余人了 不过这等阴冷虽然会让凌云等人身体有些不好受 但也不会带来太大的问题 所以凌云五人并未停止脚步 而是继续高歌猛进 但危险也在悄悄靠近 这步还未深入暗黑丛林多远 凌云五人就遇到了一群形似蚂蚁的东西 这群东西体型巨大 就好像是蚂蚁的超级版本 每一只都足足有两三米高 而且它们身体表面就像是涂着一层金色油漆一般 哪怕是在暗黑色的丛林之中 都绽放出道道金色光芒 那种金色光芒给人坚不可摧之感 更可怕的是 这群东西的数量还不在少数 真正有三十只 此时每一只都像是在张牙舞爪 将凌云五人团团围住 凌云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金刚巨蚁 而且如若我猜得不错的话 眼前这些金刚巨蚁还是变异品种 这种金刚巨蚁防御十分惊人 而且还能够释放出某种音波 对灵魂产生麻痹作用 龙瑾在凌云旁边十分警惕地道 其余三名弟子也是满脸凝重 甚至心底已经开始有点后悔 跟着凌云进入这暗黑丛林来了 这不果然出事了 龙瑾长老 那我们该怎么对付他们 一名弟子略显慌张地问道 龙瑾立即答道 要想对付这些金刚巨蚁 要简单也简单 要困难也困难 之所以说简单 是因为只要你有足够的力量 可以击溃他的防御能力 如此一来 他将丝毫不会对我们造成威胁 但这金刚巨蚁就是以防御能力著称 要想击溃他的防御能力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若是无法将其防御能力击溃 那他们将会不断释放出阴波来干扰我们的灵魂 一旦释放出的阴波将我们的灵魂麻痹 那我们将会成为他们的刀组鱼肉 龙瑾长老的意思很简单 要么就是直接用暴力将这金刚巨蚁给一举解决掉 要么就得被他们活活玩死 嗡嗡在戎锦化还未落音 30只金刚巨蚁几乎同时朝着灵魂五人发动攻势 同时他们身上也发出一道十分古怪的音波 那等音波似乎十分细微 但却能够冲击在灵魂五人的灵魂之上 让灵魂好似有一种要被其迷醉的感觉 若是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下去 灵魂被麻痹是迟早的事情 只是30只金刚巨蚁已然朝着自己冲来 灵魂五人也不做多想 纷纷施展出一套灵力的强势迎击了上去 砰砰 道道闷响骤然响起 但让灵魂惊诧的是 他们五人的攻势落到金刚巨蚁身上 就如同一枚石子石沉大海一般 竟然对那金刚巨蚁丝丝毫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反而灵魂五人的手臂都是一阵生疼 那种感觉就好似他们的攻势轰在了铜墙铁壁之上一般 哪怕容景长老的攻势都没有产生多少效果 似乎只有亮出一些底牌才行了 只是这才刚踏入上古战场不久 就要将自己底牌亮出来 到时候自己的体力和精力也一定会耗损严重 对容景他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毕竟越往后往往越危险 那时候面对的可不仅仅只是这上古战场之中的这些危险 还要面对来自于其余三大宗门之人的挑衅和对决等等 第1338张魂灵 容景长老 你们无需再出手 这些金刚巨蚁交给我一个人来对付就行了 灵魂脸上却一度保持着风轻云淡的笑容 比防御 比肉身 灵魂可不会怕 刚刚他的手段虽然也并未对这金刚巨蚁造成什么影响 但他也因此大概知道了这所谓的金刚巨蚁的防御能力到底有多强 正因为知道 所以他更是无惧 你一个人 你别开玩笑了 就是 若不是你执意要进入这暗黑丛林 我们也不会遇到这等危险 都这个时候了 还说这种风凉话 其余三人本来对灵魂都是有点不爽 此番听见灵魂的话后 无疑就更是对灵魂不爽了 毕竟 他们之前没有真正见过灵魂动手 虽然知道灵魂重伤了清风明月阁的一名长老 那也是因为灵魂借助了两张符文纸罢了 所以他们并不认为灵魂真的能够对付这三十只金刚巨蚁 灵魂文言 并未动怒 随即也懒得跟他们多说废话 只见其纵身一跃 整个身体直接化为一尊巨大的蛟龙 蛟龙盘踞在空中 声势浩荡 让得那三名弟子都是一阵惊诧 恰一煞 灵魂身上便又是有着一股可怕的力量狂暴而生 赫然是灵魂直接将蛟龙神变的力量狂暴状态给激发了出来 于是都不等那三名弟子回过神来 灵魂的蛟龙之躯就已经冲入了三十只金刚巨蚁的阵营之中 轰轰 轰轰 蛟龙之躯 保证了灵魂强大防御能力 让灵魂轻松抵挡掉了三十只金刚巨蚁的攻势 而力量狂暴 则是赋予了灵魂足够强大的力量 却将金刚巨蚁的防御给轰得支离破碎 点 以至于接下来的场景几乎是一边倒的局势 三十只金刚巨蚁就在灵魂的强势手段下纷纷倒下 最后所有尸体又全都被灵魂施展吞天熔炉给技术炼化吸收掉了 这一幕让那三名弟子一阵惊悚 灵魂的肉身能力太恐怖了吧 甚至就连容景长老都是诧异不已 虽然之前灵魂面对清夜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了强大的肉身能力 但毕竟当时灵魂只是防守惊人 没有表现出如此爆炸的力量来 至少在清夜面前没有表现得这么抢眼 最后甚至还被清夜给击伤了 而现在通过这金刚巨蚁强大肉身的衬托之下 容景才明白灵魂的肉身能力竟然已经强大到了这种程度 继续前进吧 灵魂并不打算做过多停留 然后就和容景等人继续暗黑丛林更深处而去 一路之上 无疑又遇到了不少危险 但都被灵魂和容景几人化险为夷了 一天之后 他们终于是到达了暗黑丛林核心区域 这里气氛最为压抑 光是行走在其中 都让人有一种近乎窒息的感觉 若非灵魂几人的武道修为不低 光是这种气氛都或许足以要了人的性命 灵魂 我感觉到这周围有着一股十分恐怕的气息 如若我猜得不错的话 这附近应该有着十分恐怖的东西 我们最好尽快离开这里 容景轻声提醒道 其实灵魂也感觉到了那等气息的存在 但那所谓的恐怖东西并未让灵魂产生忌惮 反而还让其神情兴奋了几分 因为以炎火天尊十分强大的灵魂感知力得知 那等恐怖的气息应该正是他苦苦寻找的魂灵气息 少年狼 以本尊的感知 那些魂灵气息不在少数 若是本尊能够得到吞噬那些魂灵 灵魂力量绝对可以有不小提升 到时候便能够让你见识到真正的符文力量 炎火天尊的声音在灵魂的脑海之中响起 符文力量 之前灵魂其实已经见老炎施展过了 但那些符文力量都只是蜻蜓点水一般 没有翻起多大的风浪 所以对于炎火天尊口中真正的符文力量 灵魂无疑也很想见识一下 更何况老炎实力上去了 那自己之后在这上古战场之中无疑就更安全 所以听见容景的话后 灵魂不但没有急着离开 反而还对容景道 容景长老 弟子想过去看看 过去看看 容景愣住了 其余三名日月神谷的弟子也愣住了 灵魂这什么意思 您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吗 可那谷气息那么恐怖 与其说过去看看 不如说是去送死吧 这小子要不要这么傻 灵魂 你确定要过去看看 容景确认得问道 灵魂十分果断地点了点头 若是容景长老和其余三位师兄不想去的话 可以在这里等我一下 又或者可以进入我的乾坤画卷之中 我们跟你一起过去吧 容景看了一眼其余三名弟子 他们三人虽然看起来有点不情愿 但也没有说什么 于是灵魂和容景等人就直接朝着那股气息小心翼翼地靠了过去 直到距离那些魂灵不足一百米之远的位置 众人方才停下脚步 暗中观察了起来 就可见前方一处空地之上 血腥之色异常磅 那等血腥之气好似历经万古而不化 给人一种无尽的跌血之感 与此同时 灵魂等人还见到那空地之上 有着一句句白骨 少说也有数十人 可见这里曾经也发生过一些惨烈的战斗 继而死伤了不少人 而之前所感觉到的那股恐怖的气息 正是来源于这些白骨之中 能够历经这么多年而不朽的魂灵 可见此人生前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大 也难怪一般人感觉到这等气息后都会心生忌惮 咦 那是 突然 龙井长老惊疑了一声 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 灵魂也见到那一堆白骨中央的位置 有着五株灵草 那等灵草灵魂以前见过 可不正是灵叶草 当初选院大会的时 自己突破之际 七长老就赠予了自己一株千年灵叶草 也正是那株千年灵叶草 助长了灵云连着突破了两个等级 最后方才得以成功在月峰区域占据了那座最好的庭院 当时灵云收下七长老那株千年灵叶草的时候就对七长老承诺过 以后必定会十倍归还 第1339张寿雪玄珠 而眼下这几株灵叶草可不仅仅只是千年那么简单了 至少都可以称之为万年灵叶草 一株就顶得上千年灵叶草一二十株了 所以见到这些千年灵叶草后 灵云眼中明显闪过了一丝亮光 嘖嘖 还好过来看了看 灵云砸了砸嘴 然后就打算直接走出去 灵云 你干什么 容景轻声喊住了灵云 灵云直接指了指那些万年灵叶草 意思在明显不过 要去你去我们反正不会去 就是你难道就没有感觉到那股气息比之前还要更恐怖了吗 你这是去送死 那些灵药虽然非常珍贵 但你也要看自己有没有采摘的资本 灾明日月神谷的弟子一脸谨慎 你们不想要 那我要了 灵云并不在意他们 总是怕这怕那 修神漏武 不要更好 自己可以独吞 于是灵云更是毫无所拒地朝着那片空地走了过去 只是刚依靠近 顿时间所有白骨之中就渗透出一股股阴冷的黑雾 黑雾不断萦绕在那一堆白骨上空 竟是直接在那上空凝成了一道阴影 那阴影似人似鬼 好似一道天幕 遮天蔽日 这一道身影的出现 让容景几人都是面色一寒 他们虽然历练次数不少 但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等东西 难免有几分心慌 毕竟 魂灵并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够存在的 在九州之上 就算是那些同样凶险的某些绝地之中 都难以存活魂灵 当然 魂灵也不是是个人死后都能够产生的 这上古战场之所以存在魂灵 那是因为这里曾经倒下的都是一场强大的武道制强者 见到这些魂灵 灵云倒是淡定得很 哪里有一丁点而像是第一次进入上古战场的人 至于炎火天尊 那就不是淡定那么简单了 那是兴奋 哈哈 太好了 这些魂灵竟然还有活力凝聚在一起幻化成战斗形态 看来这些魂灵比本尊想象中还要大补啊 随着炎火天尊的声音响起 炎火圣珠直接从乾坤画卷之中飞掠而出 最后悬浮在了半空之中 与那头魂灵面对面对峙在了一起 老炎 这些魂灵就交给你自己对付了 我看好你哦 灵云丢下一句话 就不再管老炎和那魂灵 万不惊心地朝着那五中万年灵夜草走了过去 你这少年狼炎火天尊一阵无语 嗷嗷 但与此同时 那些魂灵已经朝老炎发动攻势了 只见其咆哮一声般发出尖锐的声音 然后庞大的身体就化为一个黑色的球体 直接朝着炎火天尊砸了过去 那黑色球体之上 毁灭力十足 龙井等人感受到那等毁灭力 就更是满心忌惮了 事实上 就连灵云感受到那等毁灭力 都不由得心有余悸 难怪这魂灵能够散发出之前那般恐怖气息 其战斗力确实不是盖的 光是这一招 若是让灵云和龙井等人来面对 估计都得够降 炎火天尊没有办法 见到那魂灵攻势就要落到自己的炎火圣珠上 只能选择自食其力独自面对 就可见一道道炎火不断在他身前凝聚 最后与那魂灵的攻势迅疾地冲撞在了一起 轰轰 双方攻势不断侵蚀 在空中激荡起一道道恐怖的能量波动 那些能量波动席卷起道道飓风 吹拂开来 令得周围树倒石蹦 甚至地面都是不断崩塌出一个个不小的深坑 对于这枚诡异的炎火圣珠 龙井长老自然是见怪不怪了 但其余三名弟子可就惊弱万分了 那是宝器吗 能够自己战斗的宝器 这宝器也太强大了吧 这灵云竟然有这等宝器 而且从这宝器所爆发出来的攻势来看 这件宝器似乎比那具魂灵还要恐怖 灵云之前怎么不早说她有着这等宝器 顿时间 他们都是莫名的感觉到一阵肉疼 为什么会疼 那是因为此时此刻 他们见到灵云已经悠哉乐哉地走到了那五珠千万年林叶草 然后就轻松无比地将五珠万年林叶草采摘了下来 并且收入了自己囊中 后悔啊 他们肠子都悔轻了 早知道灵云身上有着这等级别的宝器 他们之前无论如何都不会说那些嘲讽灵云的话的 如若不说那些话 他们现在应该就能够每人获得一株万年林叶草了 可后悔也没有用了 自己说的话 哭着也要承受后果 所以他们也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珍贵无比的万年林叶草落入灵云的口袋中了 轰轰 老颜和那道魂灵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依旧战得十分激烈 但老颜的实力还是值得信任的 随着战斗不断进行下去 老颜终于是开始占据了上风 最后更是一举将那魂灵击溃 将那些魂灵击溃之后 所有魂灵分散开来 老颜立即释放出了一套秘法 秘法作用在了那些魂灵上 那被击溃得毫无招架之力的魂灵 就全都轻而易举地被老颜炼入了炎火圣珠之中 解决了魂灵 老颜当即就进入乾坤画卷之中去炼化吸收那些魂灵去了 至于凌云 从始至终似乎什么都没做 五珠万年林叶草轻轻松松就弄到手了 荣景长老 这珠万年林叶草是给你的 凌云拿出了一珠万年林叶草地给荣景 荣景长老帮了自己这么多 有好东西自然要与之分享 这让其余三名弟子满脸期待 以为凌云也要分他们一杯羹 三位师兄 之前可是你们说的你们不要 既然如此 那师弟我就不勉强你们 剩下的万年林叶草我就勉为其难全都收下了 凌云淡淡一笑 让三人满脸期待的表情瞬间垮掉 以至于三人决定 下一次再见到有好东西的时候 他们一定要一马当先帝出手 不能够再便宜凌云了 因此 在接下来的前行中 他们变得主动积极了很多 特别是当他们经过一处山溅 在山溅之中见到了一具巨兽海骨 而且那海骨之上还发现了一枚 由巨兽强大的雪脉凝成的兽血玄珠时 他们目光就变得无比炽热 哪怕在凌云强调让他们不要鲁莽 要得到兽血玄珠得需要观察一下情势 甚至还说出了要去你们去我反正不去的话语 都是丝毫没有阻拦住这三人 以至于三人都是以最快的速度冲入山溅 圣券在我搬去争夺那枚兽血玄珠 只是当他们的身体刚落到那巨兽海骨身旁 他们立即就后悔不已了 第1340张武行灵珠 远远望去 整个山溅风平浪静 确实没有任何危险的感觉 但凌云却知道 越是风平浪静就代表着这个山溅越是杀鸡重重 事实也正是如此 当三名弟子冲入山溅之中 一便突起 整个山溅光芒四射 整整由五道光柱冲天而起 五道光柱五种颜色 而且每一道光柱之中都充斥着浓浓的属性气息 分别是金属性光柱 木属性光柱 水属性光柱 火属性光柱和土属性光柱 也可以说这五根光柱是五行光柱 五根光柱一旦显现而出 整个山溅都是地动山摇 好似是节末日一般 而那光柱之上更是渗透出一股极其浓郁的力量 那股力量愈发磅驳 似乎能够将山溅之中的万事万物都斩杀 甚至那三名弟子和凌云等人都觉得 那头巨兽就是这个五行光柱所斩杀 而整个山溅之所以风平浪静 那也是由于根本没有任何生物感靠近这里 凌云目光骤然一鸣 他隐隐间能够感觉到这山溅地底深处才是这五行光柱出现的关键所在 那里似乎有着某些最为可怕的东西 空 五行光柱爆发出层层五行属性的波动浪潮 那些波动浪潮全都不遗余力地朝着三名弟子身上抱有而去 三人健壮 无不惊恶 无不纷纷施展出强招 拼尽全力去抵挡那等五行属性的波动浪潮 但准备等五行属性的波动浪潮实在是太强势了 至少三人的手段在那等浪潮波动下毫无招架之力 以至于三人节节败退 若是再这样下去 三人必死无疑 不好 容景健壮 面色大臣 当即纵身一跃 便是冲到了三名弟子的周围 随即他拿出了一件天极防御宝器 那件天极防御宝器如同一个碗道扣在了容景四人身上 暂且将那等五行属性的浪潮波动给抵挡了下来 点 只是 容景等所有人都知道 这件天极防御宝器就算能够抵挡得了一时 也难以一直抵挡下去 随着那等五行属性的波动浪潮不断轰击 那防御宝器最后必定会落得支离破碎的下场 凌云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先不说那三名弟子都是日月神谷的核心弟子 更何况还有容景长老陷于其中 只是 就算是以他的能力 也难以有把握将那五根光柱给解决掉 除非能够找到根源 将根源彻底解决掉 容景长老 你们想办法再撑一段时间 我来想办法 至已至此 已经容不得凌云想太多了 当他见到那五行光柱中围有一些窄小的洞穴似乎可以通往地底后 他当即丢下一句话后 就进入了乾坤画卷之中 然后在操纵乾坤画卷掠入那洞穴之中 往地底深处而去 凌云 你一定要小心 无论什么情况 你都必须要先保全自己再说 一边往地底深处而去 一边还能够听见容景长老的声音 这句话 让凌云更是未知动容 都这个时候了 容景长老却还是在为自己考虑 光是这份恩情就足够凌云为之毫无保留地付出 乾坤画卷不断沿着那个洞穴往下掉落 好一会后终于掉落在了一个山洞之中 一到达这个山洞之中 凌云立即又从乾坤画卷之中走了出来 当即就感觉到四面八方都是异常浓郁的金木水活土等五行气息 随即凌云就见到在这山洞的洞顶 此时正有着五枚乒乓球大小的珠子 所有的五行气息都是来源于那五枚珠子 甚至那通往地面的五道五行光柱也皆是来源于这五枚珠子 少年狼 这是五行灵珠 具备改变体质的功效 但最大的效果是能够让一名无法修炼某种奥义的人 在以后可以修炼这等奥义 比如说你现在暂时无法修炼金质奥义 只要将那金属性的五行灵珠炼化吸收 从而改造自己的体质就能够让你拥有领悟金质奥义的能力 这五行灵珠可是好东西 烟火天尊在炼化那等魂灵的时候 还不忘给凌云介绍到 能够改造人的体质让人领悟相应的奥义 凌云此刻望着那五枚五行灵珠也充满了兴趣 若是能够得到 无论是将其给自己 还是给其余人 无疑都会带来很不错的效果 只是要想得到这五行灵珠可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有人拿这五行灵珠构建了一个五行大阵 也正是由于这五行大阵的存在 从而才造就出山剑之中那五道五行光柱具备毁灭之力 所以无论是旧容景长老和其余那三名日月神谷的弟子 还是要得到这五枚五行灵珠 都必须要先将这五行大阵给破除掉 这等阵法可不是一般的阵法 哪怕就是凌云也不可能通过阵法大师的能力去将其破除 只有一个办法可行 那就是找到他的中央枢纽 然后将其中央枢纽给破坏掉 若是对其余武者来说 找这五行大阵的中央枢纽恐怕都至少得需要很长时间 甚至耗费很长时间都未必能够将其找出来 但对于凌云这等阵法大师来说 在这一点上还是非常具备优势的 他通过对阵法的了解 很快就锁定了这个五行大阵的中央枢纽 赤不宜迟 凌云直接将乾坤古剑拿出 凌力灌入乾坤古剑之中 凌力无比的一剑就直奔那五行大阵的中央枢纽轰去 枪枪 那一剑斩出却好似落到了铜墙铁壁上一般 一道基础碰撞的声音陡然响起 然后就可见 那五行大阵的中央枢纽处 一头巨兽骤然凝成 那头巨兽的身体是由金属性 木属性 水属性 土属性和火属性五种属性元素组成 见到这头巨兽淋云微微有几分差异 他没有想到这五行大阵的枢纽竟然可以幻化成一头五行巨兽 从此可见这五行大阵的强大 也可知不知这个五行大阵之人的强大 嗷嗷 五行巨兽低吼连连 似乎之前凌云的出手让他极度不爽 架一煞 一道基础性光柱便是如同火箭一般标射而出 直奔凌云而来 给我死 凌云见状 面色陡然一寒 一股杀伐之气从他身上抱涌而起 他知道 只要将这五行巨兽杀了 就等同于将这五行大阵的阵法枢纽给破坏掉了 容景长老他们现在正处于危难之中 随时都有可能没命 凌云必须要速战速决才行 感谢观看